立法院非常的可恥 游锡科院长你必须得说出来 你跟保六合作为什么要监视在野党的立法委员 你为什么要做这么龌龊的政治深访 我到立法院那么久啊 还很少像昨天下午那么深那么气愤 曾几何时啊 台湾变成一个警察的国家 曾几何时啊 执政党用这种卑鄙 龌龊 恶劣 不要脸的行径啊 来监视在野党 全天 我们的党团同仁跟我讲 说在我们 国民党团的办公室 就是我们开会的办公室 原来有两支监视录影器 到了 全天 变成了四支监视录影器 新增加的两支监视录影器 有录音 还有录 有录影 还有录音 还有远端可以监控 的功能 民进党政府 尤其是立法院 以及 在立法院的保留总队 你们必须得跟 社会大众 以及国民党团来做个交代 你们为什么要对国民党来做政治 珍宝 我讲这个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离我们隔了几个房间的 民进党团的办公室 没有监视 录音 录影器 为什么独独对中国国民党 来做 录音 收音 还有远端可以监控的监视器 当他们知道我们今天早上要开记者会 就在20分钟前 他们现在在裁 可死可恶 保留总队 以及 立法院 必须得跟社会大众说清楚 讲明白 除了 真防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之外 我们知道在这个长廊里面 有多家的媒体 在这边经常做新闻的报道 换句话说 他们监视了国民党的 立委的同时 也监视了所有媒体的朋友 监视了媒体的朋友 不就是监视了全国的人民吗 民进党曾几何时 做那么下三烂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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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